抗战结束不久 蒋介石就邀请毛主席前往重庆谈判 为了维护军队的安稳 也为了国内人民不再饱受战乱之苦 伟大领袖毛主席力排众议 决定答应蒋介石的要求 前往重庆进行谈判 而重庆鄙视正是蒋介石的地盘 两党严峻的形势 无不让大家为此忧心忡忡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毛主席竟然真的全身而退 多年以后 众人才知道 除了有我党做出的多方准备 还因为毛主席做了两个精妙的部署 让蒋介石忌惮不已 那么能叫毛主席从龙潭虎穴中 全身而退的两件事 究竟是什么呢 1945年 我国终于结束了 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 对于全国上下 这无疑都是最大的好消息 可此时 却有一个人在昏暗的办公室里 愁眉不战 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抗日战争的胜利 固然值得高兴 可这战后的政权和成果分割问题 却被浮出水面 为此 蒋介石主动向四面八方的各个军队 发出了电报 其中也包括共产组织的军队在内 电报中称 所有的战争以后的成果 都由国民党军队统一分配 任何军队不得擅自做主 到此 蒋介石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他试图抹去共产组织 对于抗日战争成果的贡献 独吞战后的中国 对此 一心一意面对抗日战争的共产组织 军队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却没想到同年八月 蒋介石又改变了主意 调转毛头 邀请毛主席前往重庆进行谈判 共产组织内部人员统一认为 毛主席此境的危险程度太大 毛主席本人 对于此次蒋介石的邀请 也是持拒绝态度 虽然蒋介石在抗战初期 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功不可没 但他后期的种种行为 却让人感到大失所望 尤其是抗日战争中途 他调转毛头 该想清除共产组织人员的行为 实在是叫他难以接受 于是 毛主席首先是以朱德军队的名义 提出了六点要求 委婉地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 又以个人名义发出电报 电报中声称 待蒋介石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后 毛主席自然会前往重庆 预期进行友好协商 与此同时 共产组织在上海 北平多地连战连省 这一切都在无声地向蒋介石施压 得到共产组织作战胜利的消息后 蒋介石寝食难安 最终再次发出电报 邀请毛主席前往重庆谈判 早日完成建国大业 电报中情真一切 措辞恳切 让他没想到的是 毛主席再一次拒绝了他的请求 并表示自己会派周恩来总理前往重庆 万万没想到 蒋介石直接就拒绝了毛主席的提议 并声称 此次谈判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共产组织的行为 无疑是在为以后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做普点 在蒋介石看来 如果他再三邀请 如果毛主席不来 那么这也可以让他顺理成章 将内战的名头安在我党身上 不仅如此 蒋介石身安彼食 为国民党老巢的重庆 对我党人士的威胁 抗日战争结束不久 蒋介石就邀请毛主席前往重庆谈判 经过再三思索 毛主席纵然知道前路危机四伏 还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 这架飞往重庆的飞机 对于蒋介石这种逼迫的方式 毛主席只能是见招拆招 可对于毛主席的妥协 蒋介石可以说是极端自负的认为 共产组织已经向自己妥协 只要等毛主席来到重庆后 自己稍稍施压将其囚禁 毛主席就会对自己俯首称臣 在蒋介石的心里 他是一直将毛主席当作自己的下属的 甚至于他认为 共产组织没什么大威胁 但是很快蒋介石就发现 毛主席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软弱 首先就是 在来到重庆之前 毛主席就已经预料到了 蒋介石一定是会不达目的 施不罢休的 所以他提前吩咐下去 一旦自己不自愿地踏上了 前往重庆的飞机 自己的手下就要立即将自己 留在办公桌上的事件登报 于是还没等毛主席到达重庆 蒋介石就已经看到了报纸上的内容 头版头条上赫然写着 蒋介石已经将组合的张学良等人囚禁 毛主席此次前往 多半也会被囚禁甚至杀害 自己的小心子就这样公然被公之于众 蒋介石愤怒的同时 却又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此时他按照自己原来的计划进行 那么他势必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指责 毛主席来到重庆以后 蒋介石假惺惺的盛情招待 先是 在自己的府邮中亲自设言为毛主席接风洗尘 并且亲切地称呼毛主席为润支 不仅如此 他还安排毛主席住在了自己家里的客房 要知道自从蒋介石来到重庆以后 这还是蒋介石第一次留人住在自己的家里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 蒋介石似乎都是在为了国家的安定 自降身份来请求毛主席参与和谈 可是在深夜里 毛主席却发现自己的门口站了人 毛主席前去询问时 此人却声称是蒋介石安排过来 负责保护毛主席的 需要在此站岗而事实上 他负责监视毛主席 每日事无巨细地向蒋介石汇报毛主席的行程 可以说毛主席在重庆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蒋介石的监控中 到了第二天 真正聊到了战后成果的分割问题 当毛主席表示 共产组织希望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保留军队和解放区的领导力 与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一起 分享战后成果时 蒋介石的假面终于撕下来了 他不再由一开始的耐心地和审 转而采用了半囚禁的方式 对毛主席进行了多次审判 间接地表示 如果毛主席不妥协 很可能会离不开重庆 不仅如此 就在双方互不想让的关键时刻 周总理的秘书李少石 竟然被国民党士兵枪杀 对此 蒋介石解释为意外事故 可什么样的误会 会让国民党士兵不顾身份的 枪杀周总理的秘书呢 对于在这样的关头 发生这样的事情 实在让人很难不妥协 由此可见 毛主席此行 可谓是危机重重 重庆谈判 本就是蒋介石 为了便被动为主动的一出鸿门宴 而如果毛主席前往重庆 那么蒋介石就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拖住和谈时间 调兵遣将筹备内战 这一计划可以说十分狠不 因此 在主席踏上重庆之后 蒋介石有恃无恐 却没有想到 毛主席早在来到重庆之前 就想好了对策 真正让毛主席脱身的 还要数他采用的两条妙计 这妙计依旧是 在毛主席来到重庆之前 就已经交代过朱德等骨干 不要觉得自己在蒋介石的手里 就畏畏缩缩不敢打 相反 不论蒋介石有什么微小的挑衅动作 都要还回去 维护住自己的利益 可能很多人疑惑 毕竟毛主席此次可是没有带领任何部队 只身前往重庆的 这领导人都在别人的地牌上 此刻的共产组织如果再反击 岂不是将毛主席放在了危险的位置上 殊不知 这才是毛主席的高深之处 他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正是因为他足够的了解蒋介石 蒋介石这个人一向是吃硬不吃软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非常的极端化 不是得寸进尺 那就是自怨自艾 毛主席来到重庆以后 蒋介石为了彰显自己的领导地位 一定会对共产组织提出一些过分要求 或者在军事力量上 小心共产组织 此时如果我党选择隐忍 蒋介石就会以为自己的手段有效 从而变本加厉 相反 如果此时 共产组织毫不退让 那蒋介石就会思考起来 毛主席都在自己的手里 究竟是什么让共产党如此的有恃无恐 一旦他开始对共产组织的实力重视起来 他就会越来越胆怯 反倒是更加的不敢轻易 再来挑衅共产组织 所以 在此刻毫不退让 才是最好的选择 后来的结果 也果真验证了这一点 在蒋介石的受益之下 国民党暗资派遣了一支9万人的军队 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之下 就对共产组织军队发起了进攻 共产组织毫不畏惧 果断反击 一举歼灭了敌军三万余人 在很大程度上 打击了蒋介石 得罪嚣张气焰 而毛主席能成功离开重庆的第二个妙集 就是交朋友 相比于 此时已经慌了身 已为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蒋介石 毛主席可谓是云淡风轻 不仅不担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会因为蒋介石的介入而产生动摇 反而开始拜访 带身在重庆的名人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 拜访的名师多达上百人 其中不仅包含有宋庆龄等民主党 还有很多的文学大家 甚至是国民党右派 毛主席相继传输 共产党领导同志的中心思想 和希望世界和平的主要愿望 并希望能借此 让大家更了解共产党 并不是蒋介石口中的匪徒 他们在毛主席口中 了解到了真正的共产党 了解到了共产党真实的领导 逐于在前 他们再也不能接受 蒋介石狭隘自私的内心了 立马投身到了共产组织事业中 在毛主席的不懈努力之下 共产党又增添了一批 强有力的执行者 不仅如此 毛主席在离开延安之前 在自己的生死还未捕的条件之下 还进行了一些烈的职务安排 导致就算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 共产组织内部依旧有条不紊 首先 他推举刘少奇 在自己不在延安时 担任代理宗指挥 依照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他每日的工作量非常巨大 因此在自己不在延安的时间里 他必须找到一个人 代替自己处理这些事物 其次 他将中央军委的职务 也交给了刘少奇和朱德等人 为了确保党内事物的处理 万无一失 他必须保证在自己不在延安的时间里 共产组织军队 依旧能受到严格有序的管理 最后 他安排彭真 陈云二人 威后部书记 顶替了自己和周恩来总理的位置 继续我党当时的五大书记政策 由这些安排可以看出 对于蒋介石找自己重庆谈判的真实目的 毛主席也是不能百分之百确定的 他慷慨赴约 却依旧担心 在自己整走后 或者说是万一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以后 党内会由于没有安排好而发生动乱 在毛主席来到重庆43天以后 在周恩来总理的紧密安排下 毛主席返回了延安 在重庆期间 由于毛主席时刻紧绷着自己的精神 并且在极端紧张的情况下 拜访了很多名人 身体早已透支 回到延安后不久就病倒了 好在不多时 毛主席身体康复 又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了新的征程 这样的担惊截律 不禁让人动容 1946年6月 蒋介石不顾国民党内部决议 和人民群众的声音 公然撕毁和平协议 发起内战 但是这样违背民心的行为 势必会遭到反噬 三年内战结束 蒋介石仓皇逃窜到台湾 也许一直到最后 蒋介石依旧没有意识到 打败他的或许不是共产组织 而是他狭隘黑暗的内心 军事力量和强大的靠山 或许能成为他的助力 却不能成为他统一中国的制胜法宝